俗话说活久见 美债今年即将出现连续第三年的下跌 这可是美国发行国债200多年来史上第一次的连续三年的下跌 向来被投资人视为投资铁绿的股六债势的投资组合 去年是过往50年来警戒的第三次破功 也就是出现了股债双跌的情况 面对未来多变的投资市场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认为股六债势的组合 还是可以在未来10年到15年给予投资人大概7%的年化报酬率 尽管联总会现在仍然持续鹰派 但是5%以上的高利率我个人认为势必不可能是常态了 明年如果迎来了降息 债券年就来了 此时此刻 如果投资人要趁史上第一次连三年下跌布局再世 那么应该朝什么方向遭受呢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我是阮木华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这世界似乎进入了不稳定的年代 疫病通膨战争 让全世界是动荡不安 全球股市虽然历经了2020年跟2021年的 连续两年的上涨 但是2022年却是出现股债同步大跌的熊市 2022年除了美股标准普通500指数全年大跌18%外 美债也出现了罕见的两位数跌幅 彭博美国综合债券指数在2022年出现了全年13%的下跌 使得投资人不得不面对股债双砂 资产配置失灵的困境 可是股债双砂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过去50年也只出现过三次 分别是1969、1974跟2022年 然而美债2022年大跌之前 2021年这一年的表现也不好 彭博美国综合债券指数 2021年下跌了2.3% 令人意外的是 今年这个最能代表美国债市的指数 到10月下旬再跌了2.5% 这等于说连续三年下跌 创下了200多年来的记录了 人活久了 什么奇怪的事都会遇到 话虽说是如此 但市场终究还是会回到常态的 根据摩根大通发布的2024年 唐旗资本市场假设的报告 60%股票 40%债券组合的传统投资组合 可能在未来10年到15年提供7%的年化报酬率 随着现金利率触顶 未来5年到10年预估会回降到2到2.5%的水准 小摩预估未来10年股六债市策略的年化报酬率 渴望分别较现金跟通膨率高出4.1跟4.5个百分点 投资人如果把100美元的现金放在定存 10年后只会增值为133美元 但是股六债市的组合可以让100美元涨大变成197美元 至于说债券要配置什么呢?明年美国联准会最晚 第三季到第四季降息的几率不小 5%以上的高利率也顶多在三个季度 我觉得如果投资瞄准降息 不妨配置一些长天期的债券ETF 能在降息循环前后享有更高的ETF上涨空间 着眼于联准会升息循环已经来到了末端了 较长天期的债券在降息循环前后 会有比较好的报酬率 群益投信将会在11月下旬开始募集00937B 群益ESG头等债20加 这档ETF除了持有债券到期的平均年期达到26年以上之外 持有的债券存续期间也超过了12年 此外这档债券还采月配 并且搭配收益平准精致度 其实债券ETF月月配息并不是什么难事了 毕竟一档债券ETF持有的公司债 如果说足够分散跟配置得当 就可以每个月拿到一定的吸收 但怕的是在除息前突然有大量的资金买入这档ETF 而稀释了再吸收入 所以加上了平准精之后就可以解决这个困扰 另外投资等级公司债 今年到10月底也有不小的跌幅 以LQD 今年初到10月底是跌了有7% 但是对比同一期间 iShare 20 Plus Year Treasury Bond ETF 也就是20年期以上美债ETF18%的跌幅 算是相当抗跌了 但跌还是跌 不过投资人现在买入的好处是 比年初买入的成本低了将近一成之外 债券价格越跌 相对债息值率就越高 如果以00937B群益ESG 投等债20加的债息值率率来看 目前大约有6.6% 根据我个人观察 主要是因为00937B 具有多重筛选机制 包括了纳入票面利率大于4.5%的债券 设定了产业上限10% 买进的标的多达百党以上 足够分散了 而且兼顾稳定理席 跟把关投资风险 也适合小资族作为长期理财规划的标的 另外还加上了ESG的选债原则 可以说是一档再创新的投资等级公司在ETF了 至于说选入债券要符合ESG的条件 这个对投资人来说 也有助于增加回报率 这不就是让投资人既增加吸收 又能支持永续吗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祥月公开说明书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就不会错过芯片咯 Today才知道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周一到周五 Like Today的理财影音分类准时上线